所以請你現在仔細看 我們上次講過但是問題是 很多同學還是有同樣的問題 代表他並不了解這個程式 並不是那麼了解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我們直接執行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如果打標題1 內文1 儲存 OK這是我之前已經打過一堆了 所以現在他已經有無比了 包含我現在打的這一筆就有無比 那 我把它縮小一點 因為他太大 好 然後呢 我們點他 他會變Title 點他變Title2 有沒有 點他變Hello 好 這個程式到底怎麼運作的很多人 把他改成Bushtrap版本之後 你是照改了但是你有沒有了解這個程式 問題來了 很多人看不懂這一段 這段到底在幹嘛 Local Storage到底是什麼 好這一段到底在幹嘛 Local Storage到底是什麼 Local Storage是個字 就是像這樣一個 東西的字 好 所以他有什麼 他有key 他有value 他只有兩個 只有key和value 那很多人做了一件什麼事呢 他做了什麼事 他做這樣 OK我今天為了要改他 我把這個 直接程式碼扣下來放到 Windows Studio Code 很多人做了什麼事呢 他 在這裡說OK我setItem的時候 我set Test Title test 那這個所謂的 key現在就是這一個 key 有沒有 他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所謂的value就是現在這個test 他會放在這裡 所以你下次查的時候你去 去 getItem的時候 你要傳這個 欄位給他他就會給你這個內容 對吧 你傳這個欄位給他會給你這個內容 好 那 問題來了 有很多人這樣寫 他說 因為我今天想要 加上日期時間 所以他就這樣寫 我想要加上日期時間 Date 然後呢Time 假設他dateTime都正常取得了 請問這個對嗎 不對為什麼 因為 setItem這個東西 其實就 就是在設定字典的 字典 第一個欄位叫做key 第二個欄位叫做value 那請問第三個欄位是什麼 第三個欄位 第三個欄位根本就不會塞進去那個是 完全不會運作的東西 好所以你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你只會寄到日期 你的時間和test全部不見 所以你要怎麼寫 你要這樣寫 你要這樣寫 譬如說 我用一個分格符號去分開他 這個分格符號是在 這些 文字裡面不會出現的東西 那我用他來分開他 所以他就變成三欄 我這樣子塞進去之後呢 他得到的key 就是notepad加上標題 得到的 內容呢 就會是日期時間加文字 那這時候 這時候我 我順利的把東西塞進去了 但是取出來的時候我一樣只能夠取得 這一大串的東西 所以當我取出來的時候我該怎麼做呢 我這樣rolltitle之後 我rolltitle之後呢 我這邊 我去取得title.substrim8 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用8 因為notepad總共有8個字 我要把這個 拿掉 否則我不拿掉會怎麼樣 我不拿掉 load the token 我做一次給你看 如果我不拿掉我直接弄成title 看會怎麼樣 所以你要徹底理解這個程式喔 不是 不是說OK 我已經 黑客宗已經寫出來了之後我就覺得我已經懂了 其實不對 OK 你沒有徹底懂這個程式你就要去改他 你就只會得到bug 只會得到一堆的bug 你要徹底了解這個程式之後 你的黑客宗才有意義 你交出來的其中作業才有意義 你寫的留言板才有意義 那我如果今天直接把它弄成這樣 我如果今天直接把它弄成這樣 那我這裡暫時我把它恢復 不要恢復 我注解掉 我注解掉 我把這一段 恢復恢復成原本那樣 我把它存起來 我把它存起來 存到哪 存到桌面的CCC 底下 叫做 Nopair.htm 我現在打開它 桌面 CCC底下 Nopair.htm 好這是我的程式 它應該一樣 是可以運作的 只是 現在 它的那個 我再加一個 為什麼剛剛的 沒有留下來 OK 你會看到 它的結果是怎麼樣 當我這點的時候 標題3的時候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取substrim8 所以沒有把 nopair的兩點 過濾掉 所以它會連nopair的 通通都出來 這樣 看得懂 那個程式的意思嗎 為什麼要取substrim8 就是把nopair的兩點 過濾掉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直接全部 因為local storage 是共用的 萬一 別人也使用local storage 你會把別人的東西 也抓進來 所以我用一個標頭 去當標記 知道說這個東西是我們的 而不是別人 好 那所以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必須要完全弄懂 這個程式是什麼 你就不會去 直接把那個 那個 蘭位 然後就直接往後堆 好 再來 請你要去 使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做了一個 啊 怎麼樣 怎麼講呢 就是 你所看到的程式 是我給的 於是你不去質疑它你就用 那 你就會覺得 理所當然我可以再多加幾個欄位 可是事實上不對的 你必須要了解 什麼叫做 local storage.set height 你必須要了解 這一個函數 它到底是怎麼樣呼叫的時候 你才可以用它 問題是它怎麼呼叫 你怎麼查 這個函數 怎麼呼叫 你Google一下你就會知道了 你Google通常會找到這個MDN 這個是Mozilla Developer Network 就是 Mozilla就是那個火湖 這個瀏覽器 它的文件寫得很好 所以你進去查的時候 你就會查到Mozilla的 瀏覽器的說明 它針對這一個函數的說明 那前幾天有個同學 就在問我這件事情 然後 他說 老師不好意思 這個英文都看不懂 這裡有中文 Mozilla很多函數都有中文 所以呢 他現在告訴你 set item是什麼呢 接受一個建名和直做參數 key和value key和value 只有兩個參數而已 你寫第3個第4個 雖然他不會告訴你有錯 但是事實上 他第3個第4個是根本沒有用 所以你要懂得查這種 這種help 好嗎 貼一個給各位大家看 那你回去你要學會怎麼樣子查 help 你要學會怎麼樣子 不要 不要濫用他 不要濫用函數 不要 把函數的參數 任意外加 這是不行的 好 他只有兩個參數 只有兩個參數 所以我們只能夠 只能夠在層次裡面 只能夠有 兩個參數 這是第1個 這是第2個 如果今天想把日期時間加進去的話 那我就會寫成這個形式 寫成這個形式 大一點 日期時間加進去 我就會寫成這個形式 就是 這還是一個參數 它還是一個字串 只是這個字串 它是3個字串 合成1個字串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到了這裡面 到了這裡面 你就要再把它分開 再把它分回來 好 那所以當我這樣做 你看如果我今天這樣 notepad加title 然後這內容 是這樣的話 那我到了這裡面 我取得的時候 我取得的時候 get type get get的時候 我就不能直接塞進 塞進那個文字裡面了 假設你有三欄的話 你就必須要這樣做 我先 譬如說 hunter 等於 local storage get item 取得之後呢 因為我知道它是一個 三欄的東西 所以我必須要再把它分回來 所以我 必須要再做 用parts也可以 隨便取名字 你只要 很清楚它是什麼就是可以了 我用剛剛的那個符號 再把它切回來 放進去 取回來的時候是一大串 再把它切切切切切斷 那應該預期有三段 如果它裡面沒有這個符號的話 應該預期有三段 好 所以呢 我就說 OK 什麼 all time all date 就等於 pars 0 all time 就等於 pars 1 all test value 但是你相對的你那些程式碼就要改 你那些程式碼就要改 不是 這樣子就結束了 所以 我發現大家對這個程式其實是一知半解 一知半解 OK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那這一行就不需要了 因為我是先取出來分成三欄再去篩 這一行就不需要 OK 當你 需要更多欄位的時候 你必須要像這樣子去做 這樣看懂了嗎 有問題現在問 那個 Spring是不是 All is OK OK 對 我剛剛有問到這個問題 我還沒解答 好 All list 到底是什麼 All list 不就是 Get element by id list 請問 Get element by id list 會得到什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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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那個 開發人員工具 去取 然後 這裡 不是有consel嗎 對不對 看看 Get element by id Get element by id List 請記得 因為他是id 所以要加警字號 他的語法跟 就是css一模一樣 只要是id的東西就是加警示號 如果是單純的標記就什麼都不用加 如果是class就要加一點 OK 所以這裡是要加警示號的 有問題list 沒取到 對 這裡不用 因為 jQuery才要 那現在是id 已經告訴你是id了就不用 但是如果是jQuery就要 現在getelementbyid 取得的就是這一段 取得的就是這一段 看得懂它是什麼嗎 它不就是那個table那一個 表格的節點 現在我說 現在我說 這裡 這裡lowhtml會是什麼 就是每一行變成一個tr tr 一列一列一列的東西 對不對 它是一個很大的字串 它基本上是什麼呢 來我們看一下 它基本上是這個東西啊 我現在table 其實這個tbody 應該是不存在的啦 但是因為d2n的架構底下 它的tr 和table的中間 它會自動插入一個tbody ok 所以才會有這個東西 但是呢 事實上我們插進去的是什麼 我們插進去的是這一大串 如果你有5筆記錄的話就是 5個tr 6筆記錄就是6個tr 就6列 5列 這樣的東西 那 你看 它是 A onClick LoadDoc Nopad 2點 hello OK 然後hello 這樣的東西它會顯示hello 但是你按下這個hello之後 它會執行這個函數 所以 我們剛剛的這裡 這個 就是最後我們形成一大串字串 這是每一列的內容 然後呢 Allist Allist 現在就是這個table 的節點 我現在呢把它的innerhtml 也就是說它裡面 裡面呢 我要塞進去 塞什麼東西進去 塞這個rollhtml進去 rollhtml現在是什麼 就是 就是TRTD什麼什麼的那個東西 對不對 很大串的一整串字串 我把它塞進去 塞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放到這裡 就會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 於是就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 你看到的結果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這樣 有看懂嗎 所以雖然各位 我們 很快的把你帶到boostrap 但是 我覺得大家被迷惑了 為什麼 因為 被那些 花俏的外表所迷惑 然後大家 反而一直在追逐那個花俏的外表 忘記什麼是城市 OK 資工 所學的 不是那個花俏的外表 而是你要能夠改 它核心的城市 對 那 當你太快就被boostrap 所迷惑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追逐花俏的外表 最後你忘了城市的時候 這絕對不是我們這門課所要傳達的目的 最後你要會的反而是這一段 那我讓你們把它融入進去 把它融入進去 是希望說大家理解之後 融入進去 而不是 硬貼 然後把它融入進去 當你硬貼融入進去 你最後可以運作的 可是問題是 當你沒有完全理解的時候 你怎麼改 怎麼bug 怎麼寫 怎麼錯 好 所以 回去請你 把 記事本 就是這一個 這個留言版程式 仔細的 看過 我每一行 都很懂 下禮拜口試 好吧 我就抽人來口試 那 你不能說我 我已經把它放在boostrap裡面 我就覺得我會 錯 你只是把它的外表換的一樣而已 你不見得會 所以留言版是所有 這種網路程式設計的基礎 一旦留言版不會 其他的東西幾乎都免得 好 OK 所以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剛剛放話放重了一點 你問我問題 我還是會回答你 但是 如果我覺得 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我直接把 現在錄影的網址給你 請你自己再去看一遍 好吧 我就 已經回答過的問題 我還是會回答 但是我會 用很快速的方式回答你 OK 所以 現在這個 錄影 有關